很高興今天大家來支持正亮的一場影片 欣賞跟講座 我們這個時間很長的日子 甚至請大家說幾句話來善起大家的話題 最後各位看這個影片的感想跟我第一次看這個影片一定一樣 我第一次看這個影片是在台北光美戲院的一個影展方案裡面 然後早上的一場所以我進去看之後 整個戲院裡面只有三個人 然後在一個很冷冷氣的方案室裡面 然後看這個影片 看完之後我真的全身記憶對他都記憶 尤其是在那樣的一個那麼少的一個方案上 他就覺得他講的問題真的是很非常的震撼人心 那我們通常說紀錄片它其實是一個 可以帶著我們思考一個很好的美界跟工具 我想紀錄片七十五分鐘真的帶著我們去認真的思考 然後帶到了這個影片 從頭到的非常非常仔細的想到的各個層面 那我想這次第一部在談核電廠或核廟議題 而且是真的深入到世界第一個核廟廠的 變成在新界的產生去看影片 同時呢我覺得它也是一個 帶你很少見的一個探討人類未來十萬年之後問題的影片 所以其實這部片在獲得影片很高的評價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得的一個紀錄片 那我想以前我們在談核電廠或核廟議題的時候 其實通常很多的一個理由就是說核廟是無形 它可能是一個很多歲中它是一個萬年的毒害 萬年跟十萬年我想我們掛在嘴上很容易 但是我想在真的很少我們沒有辦法很認真的去思考 到底十萬年是怎麼回事 那我在這部影片裡面我自己看到 我其實是很佩服北歐的科學家的工程師 因為我覺得他們至少非常誠實 同樣的議題在台灣談 你絕對聽不到這麼理性的談論 同樣的議題我相信台灣的政府科學家電力公司 所說出來的答案也絕對不是這樣 我們通常都會聽到的就會說 呃沒有問題的一定很安全的 我記得在今年3月11號 然後在剛結束之後 有立委質詢我們的這個原能會的副主委 一位姓黃的副主委叫黃庆東 他講了一句名言 跟比 剛才跟那個白海庭會轉彎差不多的理由 好他的名言就是說 放心我們台灣的核電廠像觀音底下的蓮花座一樣 他不用提任何數據他就講一個這樣的東西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 負責不負責任的說法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影片裡面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就是這些北歐的 恆南安全機也其實跟我們的原能會也一樣 就是不知道的東西他就說不知道 不確定的東西他就在不確定 而也許我們剛看了就忍不住笑著 唉他怎麼搞 但是我覺得至少他是誠實的 而我們台灣你大概看不到這樣 我會告訴你 像現在在台灣談合肥料議題呢 我們的科學家 那我們台灣的核能科學家應該就是 清大核東西的那些教授 他們會告訴你說 這個核廢料呢 可能未來可以解決 他會告訴你未來會解決 他說你說現在我們解決怎麼辦 他說不會的 這個科技一直進來 未來應該會解決 那台灣現在核廢料應該怎麼辦呢 他會告訴你說 我們會找到就是 盡量的找一個地方放 如果找不到的話就進外處理 好 就進外處理 那進外處理就是送到國外去 好 那送到哪一個國外呢 他不會像那些工程師 那麼老實的到處理 不知道 總有地方可以守 可是其實不知道 因為 核廢料輸到國外是非常這樣困難的 好 如果可以的話 你看核廢料為什麼不送出去 好 因為這個毒的東西 他必須要耗費 這麼大的成本解決的東西 其實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接受 好 除非 除非你是要用 用國家暴力 送到真的比較弱勢的國家去 那 但是這樣 絕對不會是台灣 一定是 美國送到 美國送到他的沙漠 送到南美洲 歐洲送到非洲 好 或者是哪裡這樣 絕對不是我們台灣一個小國 可以用暴力 要求其他國家接受的 除非我們要用重金 齁 齁 齁 除非要用重金滿燈 可是總之 這麼毒的廢料國際運輸 其實在國際條約上是不太隱屈 你也會引發很多道德譴責 就是說 欸你怎麼自己國家不要的東西 收到我們國家來 所以目前台灣還沒找到比較多 所以 理論上 核廢料這個東西在台灣也是無解啦 那但是我覺得 像我們剛剛在之前 一對台說 福島核災 日本這麼先進的國家 碰到核災也是 非常的頭痛 現在還在受的戰後 從來我們現在看核廢料 碰到北歐這麼先進的國家 他可以說是在歐洲裡面 第一個優先處理核廢料的國家 我們現在看到的 英國法國都還沒有在這裡 他們還是過度習俗主 那現在唯有北歐芬蘭丹曼 真的開始蓋核廢料草 那其實我覺得 他們開始蓋核廢料草 是不責任的 為什麼 因為 嗯 剛剛科學家不知道大家記得 他講的一個很專有的名詞 叫做 不確定條件下的決定 很難齁 聽起來很難 可是我們可以把它轉換成 比較簡單 比較白話的一種 就是呢 核電這個科技呢 是 我們蓋了一間沒有 就是蓋了一間公寓 但是沒有先蓋廁所 好 你先要住在這個公寓 但是你沒有蓋廁所 所以 現在這個廢棄物不知道怎麼辦 堆在那裡 這樣子 那我覺得 北歐這些國家 他至少 勇於說 我來先處理這些廢棄物 然後開始蓋 蓋了很久 你看他說蓋到現在了 20幾年 要到2020年才能完工 所以現在還沒完工 還正在蓋 那 可是問題是 台灣連廁所都還沒開始蓋 我知道北歐會開始蓋了 那英國法國還不肯蓋 因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像芬蘭一樣 找得到18億年 美國變得遠程 所以為什麼你說 何必要無解 是因為 其他所有國家現在都找不到 這麼穩固的地點 之前美國想找 美國找內華達商務下面的一個 要挖一個地下機鬥 但是 後來也是 蓋了一半之後 發現那邊有地下水經過 然後當地原住民 不論在抗議或污染 所以歐巴卡 歐巴卡 就把他宣布先暫停 所以連美國都沒有 那像我們的鄰國 日本 他現在也沒有找到何必要 所以龍子之長 因為現在日本沒有一個 鄉鎮願意 因為日本現在大家都走有機 都走觀光 沒有一個鄉鎮願意說 好你放我這邊 那放我這邊就是萬年 可能這個鄉鎮就毀了 所以日本現在也還沒找到 所以這就是一個出現現況 那我先簡介到這裡了 那我再簡介一下導演的 你等一下讓大家提問或是分享 那這個導演他很特別 大家有沒有看到他的美學風格 其實是他從頭到尾用了很多的音樂 很多的慢動作 他有時候看起來好像MTV這樣子 那的確這個導演在 他是學視覺藝術 他其實以前是在拍音樂MTV的 這是他的第一部紀錄片 可是沒想到他的第一部紀錄片 就一名金人 一出來就得到歐洲音展 各大音展都是幾個大角這樣子 那他其實拍這部影片呢 可以看到他其實是用這些訪問來穿插 那但是他用他在他非常的用功 他先努力讀很多資料 然後呢再去問很精準的問題 然後再用這些問題來穿插他的影片裡面 所以其實他可能訪問不是開很多場 你看到這些學學家都穿一樣的衣服 可是代表說他之前在訪問的時候 他有做了準備 他一口氣問很多問題 然後再把他們的問題解析在一起 所以其實也許他拍這部片 沒有花非常久的時間 但是呢他所塑造的效果 非常的精準這樣子 那我猜他花比較久的時間 是在跟河北藥廠這些功能相處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功能 很信任他的攝影機 然後再可以在這個鏡頭前面 很自在的展現他的模樣 那也當他在放這個影片跟音樂的時候 他其實也帶出了某種的 除了理性的議題辯論之外 我覺得他帶入了很多哲學的意涵跟抽象的意欲在裡面 也許每一個地方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想像 他到底想要帶給你 用他的影像用他的音樂 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我看他的音樂跟他的影像 其實都是非常精密的配合過的 尤其像那個剛剛那個最後螢幕 我也是看很多片 我剛剛看起來說喔我覺得喔他的寓意 很明顯的在哪裡 你可以看到他最後寓意是 兩個工人走到一團木裡面 這可能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人類現在走向一個 你看不見我們所未知的一團的木裡面 一個不確定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我其實覺得這部影片可以談很多 那我現在開放的時間是不是 我們有什麼朋友看了這部影片有什麼感想 或許 歡迎他裡面談的議題想要提問的 好不好我們開放這個時間 謝謝